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是认识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 虽然我们的背景或经验截然不同 但还是有着共同的兴趣 而且眼睛学堂把我们的距离都拉近了 就虽然我们往后各散东西 但还是有着天涯若比邻的感觉 利侯德 你好 你好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今天有一个问题 你在中国学到了什么 今年我学到 如果你想了解一些事情 你必须认真 嗯 那认真的话 你明年有什么样的打算 明年我期待在中国是一个客人 而不是所谓的专家 这样我可以更多了解这个国家 虽然我可以更多了解这个国家 虽然我好久不见 你好 你好 我有一点问题 对你来说 新年一味着什么 对我来说 新年一味着新的希望 和进一步成长的机会 Eric你好 你好 我有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关于中国 你最喜欢的一本书 有的有的有的 关于中国我最喜欢的一本书 是陈忠时先生的白鹿元 他不仅反映了两个家族的爱恨情仇 更揭示了整个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 中国的社会和历史 所以如果你想要理解 或者了解中国的话 这将是一个非常棒的素材 哇 所以对你来说 新年一味着什么 我觉得对我来说 新年并不打破时间的连续性 而是给了你一个反思自己 展望未来的这样一个机会 所以我特别喜欢新年 哇 很深刻 谢谢Derek 谢谢 今天跟同学们聊天 听了他们今年的收获 最喜欢关于中国的书 以及他们对新年的期待 对我来说 新年是一个新的开始 祝你们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然后给大家看 祝你们新年快乐 也好 新年快乐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